王家的老父亲于十年前去世,而他名下的一套房子,时至今日还悬而未决,无法完成继承和分割。 十年的时间不算短,王家二哥二嫂认为,这遗产继承的事儿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于是,他们主动与大嫂取得了联系,却不料,大嫂竟然拿出了一份遗址。 对所谓的遗址,二哥二嫂又诸多不解。 据父亲去世已整整十年,大嫂为何到此时才拿出遗嘱呢? 这遗嘱到底是真是假? 这份横空出世的遗嘱,彻底打乱了二哥二嫂的思路。 遗嘱中到底交代了些什么? 他能否帮助兄弟两家完成遗产继承分割呢? 好像还有遗址前面一共五个人是吧? 一共五个。 那怎么其他三个没来呢,今天? 其他三个,他们都不参与了吧? 其他人知道你们来吗? 知道。 据了解,王家共有五个兄弟姐妹。 今天来到第三条解是参与条解的,是大哥甲和二哥甲。 其他三位兄妹对父母的遗产分割没有意义,且不参与。 那从2010年父母都走了以后,这个房子是谁在使用呢? 就是他们一直在霸占着。 就是说我哥他们。 您大哥一家? 对,我大哥他们一家了。 咱那一直居住? 对。 现如今也在那居住呢? 对。 那他们是不想把房子作为遗产来进行分配吗? 是这意思吗? 对。 现在我大哥已经去世了。 我大哥都已经去世了。 大哥哪年走的呀? 去年。 去年。 去年刚刚走。 所以他就是大嫂。 原来就是大嫂。 是吧? 对。 就大嫂一个人在这儿。 大嫂这个人。 王家二哥告诉我们,他的大哥已于前年去世,如今是大嫂一人住在争议房中。 二哥认为,这套父亲留下的房子不应该由大嫂独自占用。 就是我婆婆呢,还是活着。 他们两口子就是给孙儿子,他们的一个老金屎。 据了解,这套争议房是两千年前后,由父亲单位所分。 而就在分房子仅仅几个月之后,王家就发生了一个变故。 大嫂说,自从两千年婆婆去世,他们夫妻俩就搬去照顾公公,跟公公共同生活。 此后,公公和丈夫也相继去世。 如今,房子里就剩下了大嫂一个人在居住。 之前没想过在大哥在世的时候去解决吗? 去,咱就说去解决了,解决了不是老解决不了吗? 咱就说,去了很多场。 再一个呢? 他们就是说,我不分那房,我就要住着。 二嫂说,就这个房子的问题,他们曾提出把房子卖掉,大家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分钱。 可大哥就是不同意。 对此,大嫂解释说,当时爱人是希望二弟能放弃继承,他们家愿意给二弟一些补偿。 他就说,非要让他哥哥把房卖掉,他哥哥就不同意,你看看你能补偿你多少,我给你补偿。 据二嫂回忆,大哥当时提出的补偿数额是五万元,条件是让他们放弃继承,他们当即就拒绝了。 于是,这件事便被暂时搁置了下来,一晃就是十年之久。 他就突然地,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你那个在家呢吗?我说在家呢? 他说,我看着那遗嘱去。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他说,我就看着,我明白明白。 我明白明白,我是那遗嘱在我归宜那儿呢。 大嫂告诉我们,前不久,二弟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明确告知了遗嘱的事,并且把遗嘱照片也发给了二弟。 而对这份遗嘱,二弟夫妇又是怎么看的呢? 这是一份父亲写的遗嘱,是不是? 不是他写的。 带写的。 您对这份遗嘱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是吧? 但遗嘱内容上面,一会我们律师也能看见,是不是更倾向于大哥他们一家呢? 这个叫什么灵,灵血啊,是大哥啊? 对,对,灵血。 写了一个所谓的代书遗嘱。 这两个代书人,证明人,你们认识吗? 不认得。 不认得。 是。 他一种内容啊,就说,首先呢,说这个买楼之前,我和老伴把三个儿子叫到一起商量后决定。 我们老俩啊,就有灵血,灵血就是大哥啊,照顾,在我们去世后,就把无资居小区这个房子呢,给灵血。 老伴去世后呢,老伴去世后,这些年我一直跟着灵血。 按照先前的决定,在我去世后,房子被我大儿子灵血所有,我去世补发的一年工资也给灵血,就这么内容。 就是意思啊,买这个房改之前,就已经商量过了,要把这个房子呢,给老大。 然后由老大来照顾良老的生活,然后去世以后呢,这个房子给老大,存款也给老大。 对于这份大嫂拿出来的遗嘱,二哥并不认可。 他认为,这份遗嘱中有诸多遗点。 那您说,这个二哥说的这个遗嘱不是很认可,您觉得他这个遗点在哪儿啊? 他这遗点啊,嗯,你跟我们说说。 这遗点,他说的这三个,说当时三个儿子叫到一起,说的这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没有这么回事,对,在一个买,就是说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们就是在我父亲,他们楼上,三楼啊,他们当时买房他都没有钱, 我们还给他出了一万,我给我父亲出了一万多。 你说父母买房的时候,您出了点钱,是吧? 对,出了一万多,一万五。 当时一共花了多少钱啊,你还记得吗? 五万多。 一共花五万多,对。 父母缺点钱,您也资助了一些。 对。 二哥说,遗嘱的主要遗点,体现在其描述的一些场景, 在他印象里,根本没有发生过。 他更是从没答应,要把房子给大哥。 我刚才看了您父亲的遗嘱,他上面明确说了, 说买房的时候跟三个儿子商量。 说怎么商量? 我想问您是,有没有商量过? 就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商量了。 他说的商量这三个人的遗产, 说这归老大就没商量。 我不是说归老大,咱们一步一步来。 您先说当时有没有商量过,有没有开过家庭会议? 这是说过。 开过会都谁参加了? 啊? 谁参加了? 呃,都参加了。 您的父亲? 对。 那时候母亲还在吗? 在。 也在。 然后是五个子女? 对。 一共七个人都在? 嗯。 商量过这个事? 商量过这个事。 据二哥回忆,当初父母确实把子女们叫到一起商量过。 因为父母的购房款凑不齐,他还帮着出了一万多元。 可要把房子留给大哥的说法,父母并没有提过。 在我父亲去世,就说去世以后,我们就说我就跟我大哥就咨询这事吧。 说商量这事怎么办吧? 当时他说,完了,咱就说啊,在家里这点事就抄着起来了。 啊,抄了起来以后,他说他有遗嘱,我说你把遗嘱拿出来我看。 嗯,对啊。 没有,一直没让我看。 大哥一直不给你看。 我去了三次都没让我看这个遗嘱。 没那么回事,你就去了一次。 你就去了一次。 那到什么时候才看到的呢? 刚看到。 最近刚看到。 对。 只是说有遗嘱,一直没给您看。 对。 所以直到大哥去世了,你才看到这个遗嘱的? 对,对,对。 之前都没见过这个遗嘱啊? 哦,那这个事情确实是不是也让您有一些疑问? 为什么不早拿出来给我看看? 对。 二哥提出的第二个疑点,是大哥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把遗嘱拿出来给他看过。 而今天,这份由大嫂突然拿出来的遗嘱上面,父亲的署名根本不像父亲的亲笔。 这个遗嘱这个字体,就是签字这个字体,因为那是代书嘛,签字这个字,根本就不是老爷子字。 对,就不是他签的,完了我就问小华子,我说华子,我说这是你爷爷的字吗? 他就乐,我说你乐什么呀? 我说我跟你说,你这个,他根本就不是老爷子签的字。 他就开口说,他说他什么,我这里边就是瑕疵很大什么的,他说什么,反正就是假的,说这名也不是我爷爷签的,什么我爷当了这么多年官,是不可能写出这个字吗? 那确实是我爷爷签的,然后还有证明人什么的,说都不算数。 我说这个遗书,是不是后补的呀? 他也不说话,他就什么都不说。 我说我婆婆没有死,活着的时候,一家子挺融合的。 有没有特别偏向老大呢? 一般家庭,有些家庭要不特别偏老大,要不特别偏老小? 一家的老人也是。 要说偏,是偏我。 您不说偏您吗?我们今天怎么偏您了? 不说偏疼您吗? 偏疼我,就是我老太太说了,这个房子到时候给我这孙子。 就是您的儿子。 对,我儿子。 哦,这是母亲说的,是吧? 对,但是没留下什么? 因为我们姊妹五个,就这么一个孙子。 哦,但是母亲当初没给您洗个什么东西吗? 就说的,这当着大伙呢? 口头说的是吧? 现在我父亲那个,她为什么都没当着大伙呢? 没有。 二哥二嫂认为,这份遗嘱并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对遗嘱的真实性,他们也表示怀疑。 那么,此次来到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他们有什么诉求呢? 即便是说这是我父亲的这一份,他还有我母亲的那一份。 哦,你也同样。 咱就说我退一步说。 咨询过律师吧? 对。 律师跟您说的吧,应该是母亲那一份遗产你得继承。 是吧? 即便是退一步说,父亲的遗嘱真实有效,那他只能处置父亲的。 所以您现在说,这是底线,您的意思是吧? 对,我的底线。 那你有多少,您知道吗?律师跟您解释过没? 就是根据现在的那个房价。 根据现在的市场行情。 是,是。 我那时候,他就是他们的。 先不讲行情,你的份额是多少? 说有母亲的一半,那么这个一半,你认为你们有多少份额? 这个房子,总体上你们有多少份额? 六分之一呗。 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五个继承人,五个继承人,那不是他父亲也得有继承权吗? 是那意思吧? 嗯。 他父亲也有继承权,他有五个继承权。 就是母亲的部分六分之一是吗? 对呀。 那就十二分之一总的,总价的十二分之一。 他们算过,我们也是,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 这个房子一分为二,父亲先有百分之五十,母亲有百分之五十。 对。 母亲的百分之五十,你说有六分之一。 嗯。 那不是房子总价不是有十二分之一吗? 他这个遗嘱如果要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就要母亲的一方。 那就是十二分之一。 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就要五分之一。 二哥二嫂表示,如果父亲的遗嘱有效,他们要求继承母亲遗产份额的六分之一,也就是房产总额的十二分之一。 但如果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他们则可以继承房产总额的五分之一。 这些份额大约折合多少钱呢? 你们当时想的是多少钱啊?跟我们说说。 我们这个房子的位置在哪儿啊?跟我们说。 在那个大兴区,它那叫孩子角吧。 什么路? 大兴区,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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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角。 那个地方商品园价格,就那个房子多大啊? 八十多米。 八十多米。 总价大概多少?大概。 大概,咱就说,操的一算是二百七十万左右。 二百七十万,你刚才,你能说更具体的位置吗? 二百八十。 这个房子具体门牌,就给我们说一下。 比如我们查一下,网上查一下房价多少。 大兴区。 大概。 大兴区,它属于物资局小区。 就叫物资局小区吗? 对。 我们住的那地儿叫孩子角,北京是大兴区,海的角,西里。 算了,那是二百八十多米。 到底多少,你们要怎么算? 二百七除以十二,二十二万五。 所以咱们的折合成你们所估的价是二十二万多。 是这个样子,这个想法吧。 那对方对这个数我好像不同意,是吗? 不同意。 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他们说给十多万。 给十多万。 对,具体十几万说了吗? 没错。 这十一万也是十多万,十九万也是十多万。 他说给十多万,我没跟进。 如果说是十九万,少了两三万块钱, 倒还可以,起码可以接受吧? 接受不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了? 我们那个老婆婆死了十年, 他们在那儿住了十年, 我们在外边租房租了五年。 我们没有房子住,我们在外边租房租了五年。 我们借了一屁股的债。 反正是也不能怪人家家的。 对啊,他们就,他们楼上有房子,他们不住。 你这 location是要建立平庫的确保。 沟通中二哥告诉我们 前几年他家遭遇了变故 好几年都无处居住 生活非常困难 那时他跟大哥请求 能否腾出个房间 让他暂时存放东西 大哥没有答应 令他未敢失望 当时我跟我大哥上过 我说你给我腾出一件事 咱们存点东西行吧 那有点多呀 那是几句实啊 腾出一间 至少有点二三十平的 这个就给您了呗 那您占不了那么多憎恶不是吗 因为我在外头住的房子 我的东西都没地方搁呀 您只有十二分之一 如果人愿意让您腾出一间给您住 这只是一个情力上的一个 同情帮助 但不是人应该做的事情 是不是这意思 如果人不帮您 咱可以说他可能 哎呀 是太仁义啊 不太帮我 但不能说他不厚道 或者是不道的 那有点 有点过了 这个还真不过 他们当时没有钱买房子的时候 当时说这十多万块钱 他买不起 我说我给你买一小院 那会儿两万块钱 在我们那个就是隔壁的一个村里头 帮他买了个小院 我就说呀 行不行 当时他们都说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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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 买什么 可以在 没买 我说你要是实在 哪里就没有钱买这个房 是 我明白 你有过这么一句话 但是 但是毕竟没买吧 人家会说那后来这事也没落成嘛 所以我欠您什么东西呗 这个是真实的 这个是真实的 当时都买一床 他说我二弟说 给你们买个小鸡院的 你跟老婆老太一块住去 这是真实的 这我直把味情 这是真实的 面对调解嘉宾 二哥道出了自己的心结 他说 自己当年条件好的时候 他对大哥很是关爱 可大哥却毫不领情 不仅独自占据着父亲的房子 不帮他救急 还千方百计 阻止他继承遗产 现在 二哥只想据理力争 自己的那份利益 不想再做退让 您当初是好意 他装修的时候 我就说 后来他们家那又盖房 他就说 我大嫂他们家那盖房 我也出了多少东西 来这么着 我们不聊别的了 大哥 这个 来我们这是调解 不是打官司 所以我也是希望 在我们这个调解现场 给您也提前铺垫一下 不要那么死把的一根线 因为只有法院判决 才会那么的黑白分明 我们是一家人 那边虽然说大哥已经不在了 但是那侄女也是那个亲侄女 是吧 虽然说那个嫂子 跟您没什么血缘关系 但也是曾经大哥的这个遗孀啊 所以商量着来 只要把这一根线寸步不让 咱们调解是各自让步 他们也让点 咱们也让点 才叫调解 只听一方的诉求 去打压另外一方 这不叫调解 好吗 因为我看这个 总的数额并不多 二十多万 不管是降几万 还是降几千 但我觉得都是可以商量的 二十多万对任何一个政策来说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事 不过说影响你们家庭的一个大的格局 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种博弈而已 我可能心里觉得 我多不容易 我就不愿意让这一分钱 他可能也觉得他们也不容易 那怎么去管和这个事情 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希望您这两句话给您铺垫一下 不要抱着这一根筋 如果想来我们这寸步不让的话 那你来拖地 我们肯定会劝您让的 你会劝他们让的 好吗 这都这都 现在就说 我就说 这一组 都是一个人写的 您连那个 我们现在有历史战 二哥多次表达出对遗嘱的质疑 对这份遗嘱 大嫂和侄女是什么说法 大嫂来说说这个遗嘱的前后的时间点 是在哪一次 就是说说这遗嘱当时 怎么情况下立的 什么情况下 因为他不承认这里说 把什么叫在一起 商量以后 我们老俩以后由这个 领袭来照顾 待我们去世以后 什么他不承认 父亲去世十年 房产还迟迟没有走完 继承程序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难言的隐情 当时我再扯 二十万不扯 三十万不扯 最后六十万都不扯 你甩袖走了 就去卖房 而且 他还跟我协商什么样 我先给你几万 然后我再过两年带给你点 等着带去 我说不行 这回我一回都不让你 你一下处清 你按上法弄给钱 既然他通关了吗 就一次处清 处清完了 我协助你货货 你要是不给 我不给你钱 那咱们就泡了 二哥二嫂表示 若要自己让出遗产份额 至少要获得 二十万以上的现金对价 对此 大嫂和侄女会支持 说那也不同意 那我就找说理 然后是地儿去了 然后就说那也怎么 找第三条件事吧 我说行 那你要找的话 我说那你就去 我说他说 我同不同意表现 我说同意表现 我说那你 我说你 你长得 我说我跟着你上哪 父亲的遗产 能不能分割成功 十年的矛盾 能不能圆满化解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释之 十年兼兵 接下来 您收看的是 家里律师在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易奕 易律师你好 咱们这一节目当中 这个当事人很奇怪 手里拿着遗嘱 还十年都不公布 当然这不是我关注的点 我关注是说 这个遗嘱 它会不会过期了 我们说这个遗嘱 有没有像 要看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说遗嘱 它是一份法律文件 没错 法律文件要失效的情况下 首先它要是一个五项的文件 才可以 它本身五项 对 那么它才会去失效 但是作为法律文件 本身来说的话 它是不存在失效 这一说的 你所说的这个诉讼实效 我们明示诉讼法 说的这一块 诉讼实效是专制 明示权利的诉讼实效 也就是说你要去维权 要履行你的这个权利 要维护你的这个权利 那么你过了一定的时间 你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法律规定 那这个权利会失效 那么明示诉讼的这个权利 一般来说的话是三年 所以说 最长明示诉讼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是二十年 那这是什么案子 会有二十年这么长 二十年的话 就比如说 这个房子可能是你的 然后它被别人侵权了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的话 它在一直侵权的过程当中 但是这个最长的维权时效 是二十年 就哪怕我说我一直不知道 但是二十年之后 有可能就会去时效 然后还有一个诉讼时效 是三年 三年是从你知道之日起开始算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债权 你欠我钱你不还 然后呢 我明知道你不还 我的权利受损了 然后过了三年之后 那我再去主张 那我可能就会丧失胜诉权 所以诉讼时效 它是考虑的 顺诉权 你有没有权利起诉 你有权利起诉 但是你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 那么法院可以判决你 败诉 所以诉讼时效 指的是明示权利 而且是指的是 顺诉权的这种权利 跟遗嘱到底是生效 有效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还有很多的 我们的当事人 观众朋友们去问 说医律师 我的这个证据 我取得了以后 会不会去失效 那其实证据 它也是证明事实的 一个文件 所以它不会存在 失效的问题 它相对客观 对吧 权利是一种 主观的一些东西 但是证据 它是一个东西 一个物品 一份文件也好 一段录音 一个视频 只是它有效无效 不存在说 失效之说 对 时间上的这种长短 它不受这样子的 一个影响 并且我们的 这个遗嘱上的权利 就是这个继承上的 一个权利 它会比较复杂 比如说你对物权进行分割 那么其实它是物权考虑的范畴 那么物权 它就没有诉讼 实效这一说 因为物在这个地方 它跑不了 也不能变质 只是分割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一个债权 就像我刚才说的 债权债务的问题 明示侵权的责任的问题 那这一块的话 它是存在诉讼 实效的问题 所以物权没有实效 债权才会有实效 好 感谢您一律师 十年前 王家老父亲过世后 留下了一套遗产房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 他们曾多次跟大哥商议 卖房分钱 可大哥一家 一直独自占用着房子 不同意买房 他大哥就开始闯婚了 不可以 因为我还住着呢 二嫂说 因为大哥执意不同意卖房 遗产继承的事 就被一割十年 直到大哥去世 也没解决 可大哥的爱人 也就是王家大嫂却表示 并非是他们家 不愿意分割遗产 而是二弟提出的条件 太苛刻了 当然您丈夫怎么说的呀 我丈夫说 你看看 我能 我给你多少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是吧 你看看你能 你要多少 对啊 那时候商量输了吗 你听到吗 那个 我三弟 他们仨人一块 当时我再查 二十万不成 三十万不成 最后六十万都不成 一甩锈走了 就得卖房 大嫂称 爱人提出 给二弟六十万元的补偿 希望二弟 能放弃遗产份额 可二弟 怎么也不肯答应 似乎有意在刁难 我一句小话都不说 都谈到六十万了 对 就是六十万都不行 这一甩锈走了 就得让他哥卖的房 他哥说 那你应该点说里点说里的 我就不卖的房 没谈拢 给你六十万 你都不要 那我傻 我傻呀我 那你刚才你待一会儿 你跟他说 对于大嫂的说法 二哥二嫂回应称 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明明是他们一直想尽快 继承分割遗产 怎么可能拒绝六十万元的补偿呢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当时呢 这房给的时候 老俩把这个 三个叫到一块的 叫到一块呢 当时呢 我们就那会儿是没钱买房 老二弟是那么说的 给我们买个小平房去 让我们跟老子一块住去 提过这么话 是说过这个 没错 大嫂称 多年前 她和爱人因为囊中羞涩 遇到了很实际的居住困难 当时 二弟确实曾经说过 要给他们买一处平房 后来公婆分到了房 他们也想方设法凑钱 在公婆家的楼上 买了一套房子 因为就住同一栋楼 所以 她对公婆家的情况 也了解的比较多 后来呢 就是 甭管怎么挣的钱吧 把这房买了 买了之后呢 老太太是 头一个给金子英打的电话 因为电话在哪家干着呢 头一个给打电话 问他要不要 问他要的房不要 他说不要 等等你说的那个人是谁 就是二弟 二弟妹 你就这么说就行了 二弟妹吧 跟他们家说过 这房要不要 说过 先问了他 因为他是孙 他们家有孙子嘛 对吧 他说那个 我们不要 完了后来就说呢 把干萨叫了一块 后来又叫了一块 完了那个 我公公说 你看看这房 你们谁要 完了 还是我二弟说的 我二弟做的决定 说那个 给我大哥吧 他们离得近 让他们俩照顾你 我们都不要了 是我二弟做的决定 据大嫂回忆 当年公婆曾征求过三个儿子的意见 是二弟主动表示 称大哥家条件相对困难 离父母也近 父母的房子将来就给大哥 对此大哥大嫂都很感恩 在房子升职后 大哥还提出 想给二弟一些补偿 后来呢 房值钱了 我老头说呢 说那个大叔 那个房值钱了 我得给二弟补偿点 不管多少 我得给他点 您说的是您丈夫还是 我丈夫说 我丈夫说 说得给二弟补偿点 我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是觉得 你丈夫有没有权利和资格 说这句话 不是 因为都决定说给我们了 把房 老头的房 这个都都包括谁啊 老俩和所有的兄弟姊妹吗 对呀 那你至少你听到他的意思 还是他做的决定 说给我们了 还是他第一说的 明白吗 他第一说的 说给我们 让我们做老子 你说了吗 谁大伙都同意 你刚接着说 说您丈夫那时候 后来说房价涨了 现在去世比以前 房子要贵了 对 我们给他点补偿 对 表示感谢 当年他把房子让给我们 对 还有这个五万块钱 去说是吗 没有五万 没说五万 那当时给多少 没说多少钱 后来你听到我说 完了呢 后来呢 我老婆是搬了新房之后 没住几个月就有病了 完了就去世了 后来呢 我们俩人一直照顾我们老公公 等后来呢 老公公去世之后 我老头把杀杀又叫到一块 等叫到一块之后 就他不同意了又 就是等父亲 老父亲去世以后 他们哥再聚在一起 对 这个二哥又突然开始 你们家二弟啊 对 又有点不同意了 对 不同意什么呢 不同意说 你们一家把这个房子 就是占有 他就是要求他哥买房 分的钱 据大嫂说 原本是二弟主动表示 要把房子给他们 可是当父亲去世之后 二弟却反悔了 当然您丈夫怎么说的呀 我丈夫说 你看看 我能 我给你多少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是吧 你看看你能 你要多少 对啊 那时候商量输了吗 你听到吗 那个 我三弟 他们仨人 一块 二十万不成 三十万不成 最后六十万都不成 一甩锈走了 就得卖房 我一句小话都不说 都谈到六十万了 对 就是六十万都不行 这一甩锈走了 就得让他哥卖这房 他哥说 那你应该哪 说理哪 说理的 我就不卖这房 没谈了 对 没谈妥 咱子就一直 就没谈这问题 王家有三个儿子 但遗产房 只有一套 不管怎么分割 总归要有个 能操作的办法 如果大哥愿意 用六十万元 补偿二弟 换取他放弃继承 也不失为一条 可行之策 为什么二弟 要断然拒绝呢 是给你六十万 你都不要 那我啥 二弟坚称 大哥根本没跟他 提过六十万 补偿的事 当初的真实情况 如今无从查证 唯一可做出推断的 就是当时双方 并没有谈拢 如今一转眼十年 事情还是没有 丝毫进展 既然父亲有遗嘱 他们为何不按照 遗嘱执行呢 大嫂子 来说说这个遗嘱的前后的时间点 是在哪一次 你把这个差距 这遗嘱是2009年 就是说说这遗嘱当时怎么情况下立的 什么情况下 因为他不承认这里说 把什么叫在一起 商量以后 我们老俩以后由这个领袭来照顾 待我们去世以后 什么 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是他的事 所以你来说一说 你来说一说 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下立的这个遗嘱 立的遗嘱 这是我老公说 那个那什么 他脚的那里越来越软嘛 八二多了嘛 是吧 越来越不行 完了之后呢 正好我们对门 还有一个半脸的英老街 上我们家玩棋去了 你来给我写点东西 跟那大哥说 我说那个行 他说嘿 我这字不好 就他说就写了 把遗嘱就写了 大嫂称 公公的遗嘱 虽然是找邻居代写的 并非老人家亲笔书写 但表达的 却是公公的真实意愿 既然如此 他们为何不早点亮出遗嘱 大哥生前 为什么不把遗嘱内容 向二弟公布呢 刚才这个二弟说 这个遗嘱啊 他从 在您丈夫去世前 就一直没见过 听说过 没见过 他也没说朝我要了呀 他也没说看呀 那个遗嘱是你们 什么时候知道的呀 就是 就投给你们这打电话 那天知道的 刚看到的 他一直没给你们看 他一直就没有 我们先跟他要 不都很常很常 是啊 你跟他要都是回 他都说没有 他都不给 刚才二弟上来明确表示 大哥在世的时候 他都去过三次 大哥也都没有给他 看这份遗嘱 为什么呀 根本就没去三次 就是这几年 有来往吗 没有啊 他说都跟我们断了 我老头 我老头去世 他都没来 大嫂塔年 这些年 他们跟二弟家 很少联系 就连大哥去世 二弟也没送最后一程 他本以为 从此跟二弟 就算断了来往 房子的事 也不会有人再提 所以就没有主动 把遗嘱拿出来 这一次 当二弟主动联系 他的时候 他还真是感到 有些意外 因为我觉得这个拖了很长时间 拖了十年了 而且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就是特别是在您丈夫 您的父亲走了之后 这个话题再提出来 因为 我就不明白这一点 主持人 我就不明白这一点 哎 十年 老爷子死了 那个去世 十年都不解决 非得我老头没有了 解决这问题 我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您的丈夫在的时候 爱与哥们情面 他还跟我说 等我说 您丈夫在的时候 爱与哥们情面 您丈夫不在了 你们这个亲属官叫什么 叫殷亲 不是血亲 而且我看到 尤其你不是初婚 对 所以我相信 有这些人际因素 人际关系因素在里面 对 大哥在不好说 大哥走了 咱就得说的说的 如今大嫂也认为 既然房子的问题 已经被重新摆上桌面 那么就不得不认真面对 眼下 他们打算怎么来分割 这套遗产房呢 这个房子到底该怎么个继承 刚才我们也不到了 他们说十二分之一 这点你们认可吗 认可 这点认可 他虽然说 他说给我了 可是 法律上说 我再孝顺 我多孝顺 他多没去伺候 也得有他那份 对吧 对吧 我该给他多少 给他多少 我从一开始 我们两口子也没说不给他 他不足以给我了 他要他那份 我肯定我同意给他 因为老太太 在合理的情况下 我肯定给他 对 老太太走的时候 没留任何纸面的遗住 它是就是发生 一个自然继承的状态 对 就是老太太那份遗产 它是有权继承 十二分之一 有权继承 对 总房产的十二分之一 对 那你们既然承认这一块 它的这个折合价 二十多万 你们觉得太高了 我们那房现在是 房价算高了 可是现在的 今年呢 比去年又跌了 您觉得能卖多少啊 现在那个市场价 咱就跟市场价来说 连二百一十万都卖不了 现在 那我们按多少来算呢 如果说您要是补偿给他 这十二分之一的话 算过这个账吗 如果按二百算行吗 那就是现在的分歧 在房价高低上 对吧 对 份额你们认可 你周边巡国价吗 巡国呀 当时半天是有利的 刚卖的 就中间的巡国价 那你们怎么差距这么大 差百分之二十左右 大嫂称 这套房子目前的市场价格 为两百一十万左右 而前期采访中 二嫂告诉我们 根据她的调查 这房子现在市值 大概为两百八十万 三百三左右一瓶 八十多瓶 总价大概是 二百二百八十多万吧 一方说两百八十万 一方说两百一十万 两者之间 一下子就差了七十万左右 如此大的差距 到底应该按照哪个价格 来商量对价补偿呢 这点我也有点小经验啊 就是一个地方的这个房价 其实很诡异 它会有一个挂牌价 跟一个成交价 这俩其实有时候差挺多 对对对 有些人我挂着我无所谓 我挂十年 你还买不买 但成交价 这两个东西 有时候得区分开来 所以他们看的是成交价 那边估计看的是挂牌价 有些人想 我就想买二百八十万 你买不买那是你的事 但我就挂这么多 挂还有挂三百多万的呢 是不是 我查了一下旁边 有个叫孩子表西里的 对孩子表西里 边上对吧 孩子表南里 孩子表西里 对 有两家仲介机构 报的价钱 是三万一平米 您这房子多大平米啊 八十一点 八十一点一三 挺大的哈 八十一点一三 你爷子是离休 离休 八十多平米 三万一平 应该是二百四十万 多少钱一平 三万一平 三万 对 卖不了 你们去寻过价吗 我寻过 人员房那个 东介说 现在的房价是 就是现在是 属于低 按最低算 是三万三一平 那是这样的 您听我说 这个事我们这解决的 也很多 那双方僵持不下 对不对 我们能查询到的 公开的信息 参长您说不是 那对方有可能不认可 您刚才主张的二百一 您是确定 这房子只二百一 是这意思吗 我不是说确定 大概 假设老三 能够掏出这个钱来 用二百一的价格 把您收了行吗 那我住哪去 您先 别说住哪去 您可以拿这个一百 比如一百多万 您可以去买房去 这房子不是您一个人的 您不能这么硬气 你说我住哪去 这话从您嘴边说出来 有点别扭 行您说吧 所以他如果有钱 有那个一百多万 小两百万 把您收了行吗 按二百一十万的价格 调解嘉宾认为 双方的报价 应该相对平衡 才能让对方接受 那么怎么去寻找 这个平衡点呢 陈旭律师 给出了这样一个思路 打官的过程中呢 就房产的定价 我们的行话 有个叫净价 净价呢 双人见 要房不给人钱的这一方 把房价收到会比较低一点 对 要钱的那一方 会把房价收到高一点 对吧 对 你说的对 这是一个净价 一个大家 可以理 所以看这样行不行 按你说的呢 恐怕也极端 按挂牌价也极端 咱从操作层面 找个折中价 比如说220 225 对吧 对 那你这边240 这边210 咱中间差30万的差价 许个中 可以的 这样就比较科学的 对 您说的对 大嫂接受了律师给的建议 愿意取双方报价的中间值 作为给二弟的补偿 这个方案 二弟能不能同意呢 接下来 我们把二弟夫妇 也请回第一现场 好 欢迎回来 那么刚才我们跟双方当事人都分别沟通了以后 我们也将这个四个人都请到我们第一现场了 当然刚才这个二哥二嫂也说了 对这个遗嘱还有一些些质疑 咱们先把这个事给拍出家吧 那个陈律跟他也看了这个遗嘱了 但您看来这份遗嘱 您是什么意见 对 这是这样 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它的效率最近如何 那么如果这两个代书人证明人都能到场 这个签字也能够证明是立遗嘱人签字 首页也是立遗嘱人首页的话 那就被认定为有效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调解嘉宾认为 大嫂目前拿出的这份遗嘱格式比较完整 未发现重大瑕疵 但其真实性有效性的判断 还需要专业机构来进行 但考虑到事情拖得太久 对双方的感情和生活会造成更大影响 嘉宾建议双方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考虑折中价格的补偿方案 刚才郭阿嫂夫在外面也没听到 因为我们刚刚查的这个房子的单价 大概在三万块钱 挂牌价还是 您说到278呢 这个起码我们还没查到 所以呢如果您认可这个挂牌价 大概在二百四的样子 认可这个单价的话 所以我刚才说的 他们说二百一 你们说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二百四 折中折到二百二十五总价 你们认可不认可 如果认可 刚才我们也算了 二百二十五作为总价基数的话 十二分之一呢 是十八万七千五 所以如果行 咱们就今天希望能够把这事达成一致 他们去求钱去解决 我不认可 二哥呢 那我也不认可吧 你也不认可 听老婆的 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啊 我觉得他他 我一开始我就就 直接回答我不讲 对 刚才说了不讲过程了 直接回答讲结论 他白住了这十年的房子 你那说的不对 怎么不对啊 十二分之一有多少白住十年 怎么就就算白住了怎么着 住十年十二分之一多少 你说 他现在有多少资讯你告诉我 对 他现在啊 该我该轮到我住十年了 没那么回事 你那份额到不了 没那么回事 你份额到不了 这我住五年 你十二分之一你到不了 你算算钱 这不是说讲整体的房子 十二分之一你到不了 没有 这样不是这么算的 如果这房子都是某一个人的 说我住多少年 在他单书 你十二分之一才有多少分额 他也十二分之一啊 他不对 现在人家都给他了 谁 何况 何况遗嘱在这 他不是十二分之一 不服打官司去 就你这点事 不服你官司钱的呢 甭嫌我说话很 你们岁月比我大 这没错 对吧 你们岁月比我大 咱解决问题 都讲道理 一时间 二哥二嫂似乎还不能接受补偿方案 但律师认为 这个方案可以最大限度的维护他们的利益 因为通过人民调解而达成的协议 是受法律保护的 他们可以用最小的代价 拿到应得的份额 我们这调解 我说过 首先我们得接受 我们才能做人家工作 没有吧 说你二哥说 二十万 我一开始我就跟他说了二十万 我现在可以说 您提二十万对不对 对 国家咱这样 咱们对妹的商量一下好不好 开个会去 对 好吗 为了避免双方情绪激动 律师决定与大嫂母女进行单独沟通 我建议您的 就这样 不管你们有什么款资金 差多少呢 刚才如果安那时候十八万七千五 差一万两千五 这个事先听我说 就你这种 追上起来 有效应会都是很好 是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 既然今天有这个排队 不差那么多钱 在调解嘉宾的努力下 这场持续了十年的纠纷 最终能不能成功化解呢 二个二几件啊 为什么我先征修您的意见呢 在征修您的意见基础上 再跟着 就这个房子 由他们给你们二十万资长 这房子咋拉倒 好吧 行 我要给你落实几件事 第一个 你们总共兄弟前面五个人 或者相关的人 不管谁怎么样 要去办一个继承公证程序 是吧 那办继承公证呢 既然他给你二十万对价 也就是你在办继承公证的时候 在我们有一个 事先有个协议 保证您权利的前提下 急如他办继承公证 他就可以办国库手续了 但这一定有个前提 我们这协议要在先 要写好 我都办完公证了 这房子好 无条件放弃了 那不常 对吧 第二个刚才跟他说了 为了大家能够 继续解决问题 从办完公证 当天或者三天之内 他把二十万 打到你指定的账户 这样呢 大家就量清了 咱这个大吵 咱刚才说英亲 走不走动 你们不如看 但起码侄女 有写定关系 都不如看 还是亲戚 其他人放弃 全愿意给他 那是他们的事 跟你谁关系 好不好 一会儿呢 我们徐律师 在这现场 写一个协议 今天把它落实了 好不好 其他事 团队 对 姑娘 你就当当初 你说还给了你两万块钱 当初他不说 要给你们弄个小院 你就记着 你说这点好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而且你既然您说 当初是老二说的 把房子给我们 不管他承认不成这句话 但是您记着这句话 您也记着人这番好 好不好 对 永远都记得了 太棒了 那您二老子 人家照顾老人 真的不容易 二弟对我们的好 我们都记得了 太好了 他们照顾老人 确实不容易 我们说去盼望 这是两回事 24小时陪护着 这么多年照顾着 养老送中 不容易 好 那后续就有我们 那个专家团队 给我们出去调解协议书 需要双方当下签字的 一个协议书 具有法律效力的 现场调解结束后 双方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 并郑重按下手印 这场持续了十年的矛盾 终于化尖兵为温情 今后希望他们能时常记起调解专家们的嘱咐 多一些宽容 多一些来往 把亲情好好延续下去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 家里律师在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易奕 易奕 易奕 你好 咱们上期聊过了诉讼时效 或者说遗嘱的有效无效这一说 因为为什么我要这么问呢 很多当事人也会对这个事情反复去纠结 因为遗产继承会涉及很多的矛盾纠纷 因为父母不在了 老姓儿不在了 没人做主了 儿女们有时候会争论 会有各自的想法 所以说我就想问 这是今天聊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说 一旦有争论了以后 他们有什么方式方法能去化解这些争议 比如说打官司还是怎样的 您能有些什么建议 或者说梳理一下 首先我们说 不管是婚姻家事案件也好 还是遗嘱继承案件也好 其实它都是发生在家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那么想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和纠纷的情况下 大家都要本着互相谅解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能够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要说针尖对卖盲 我们大家都争的 你死我活 因为彼此都是一些亲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肯定要提倡的就是由双方去协商 如果双方能够协商清楚 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情况下 那这个矛盾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如果双方不能够协商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还有两种途径可以解决 那么一种途径 我们可以找第三方 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调节 还有我们第三条件事 其实第三条件事就属于人民调节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 找第三方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有效的调节 然后形成我们的人民调节协议 那么这个调节协议如果经过法院确认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生效的协议 对双方都是具有约束力 这也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 那么最后一种方式 那就是协商也不成 人民调节也不成 我们只能到法院去诉讼去解决 通过法院这样子的一个公正的平台 进行一个审判 给大家一份判决书 那么大家按照这个判决去履行 那么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争议解决 都可以通过这三个途径去解决 但是有些朋友说 一律师我听说有到法院的 还有到仲裁机构的 对好像也有这样的事情 分不清楚 一般仲裁来说的话 它是要通过双方的约定的一种方式 来去解决双方之间的这种矛盾 所以一般仲裁 适用伤势案件会比较多 而我们的这个仲裁法也规定了 有两类案件是不能够仲裁的 第一类案件就是有行政诉讼 类型的案件 就是行政争议 国家机关下达的文件 违法违规的情况 要进行行政争议 这类案件是不能仲裁的 那么第二类就是我们民事类的 设计身份的 比如说婚姻家事 继承权 赡养 还有我们的遗产继承案件 它是不能够通过仲裁去解决的 所以这就是仲裁和诉讼的 一些相关的虚拟 明白了 好 感谢您 伊丽世 好了 本期的法律讲解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伊丽 家里律师在线 为你答疑解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